每次现身总吸引所有目光 时尚优雅俨然成为她的代名词 白宫高级顾问 也就是川普的大女儿伊凡卡 也爆出电邮门丑闻 第一时间老爸出马灭火 使出千篇一律的大绝招 华盛顿邮报指出伊凡卡去年 利用私人电邮账号发信给白宫幕僚 内阁官员和他的助理 数量高达上百分 已经违反美国联邦档案法 听起来有点熟悉 因为2016年总统大选 川普正式以电邮门事件 重击对手希拉蕊赢得宝座 还真是尴尬了 川普承认这次自家女儿 确实用私人信箱 发送公务邮件 但再三强调是处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不涉及政府机密 和希拉蕊完全不一样 两年前的川普可是抓着这个希拉蕊的小辫子不放 还扬言选后要把希拉蕊关起来 如今自己女儿也被爆出同样丑闻 让川普颜面扫地 不过伊凡卡声称自己之前不知情 不了解相关细节 但这样的说法恐怕无法说服社会大众 在新闻黄敬平编译